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仲玉 澳洲总理莫里森说 澳洲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坚定不变 如果中国真的要用武力侵犯台湾 澳洲会履行承诺来支援美国跟盟友 最近台湾频频要上国际媒体的版面 大肆报道 继经济学人之后 澳洲金融时报也在头版内野的方式 大篇幅的报道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 那这个标题就写着说 澳洲需警防台湾海峡战争 同一天呢 这个澳洲总理莫里森 接受了澳洲另外一家媒体 墨尔本电台直播访问的时候 那过程当中的这个主播密切尔 他就拿着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澳洲金融时报提到 这个吴钊燮说 台湾已经准备面对来自于中国的最后攻击 并且希望澳洲支持台湾的时候 那主播呢就单刀直入的问莫里森 澳洲到底会不会支援台湾 莫里森的态度非常强硬 他说澳洲对于美国 还有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 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而澳洲一定会一直履行这份协议 那也随着澳洲跟中国现在的关系日益紧张 澳洲的国防部长杜登也曾经说过 不应该低估中国因为台湾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澳洲军方应该把焦点从中东转移到中国 澳洲的内政部长呢也曾经发布声明表示 说这个战股已经响起了 而澳洲跟崇尚自由的盟友要准备为自由而战 中澳双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那澳洲政府呢日前不是取消了北京跟维多利亚省的 一带一路协议吗 那现在呢大陆的发改委反击了 他宣布要无限期的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好在这个战略平台之下 在这个战略机制之下 一切的活动现在都无限期暂停 你看清楚他的字眼哦 他是说无限期 他用暂停这两个字不是用取消 暂停按下一个站止线 看你们的表现再来决定这样的活动要不要持续 大陆外交部说哎呀这是中方必要 而且正当的反应 因为澳洲要对于这件事情完全负起责任 那声明当中就说到了说澳洲联邦政府的某些人士啊 最近一直在搞冷战 基于这个冷战的思维 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 然后对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干扰两国正常合作的行为 比如说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澳洲通过了一个对外关系法 就允许澳洲政府说有法源咯 现在立法咯 所以呢 以前所有的州政府跟中国或者是跟其他国家签订的任何合约 那现在呢只要涉及敏感 只要涉及国家安全 澳洲政府都可以后来喊咖 上个月又取消了中国跟维多利亚的一带一路 那中国更因此公开炮轰哦 说澳洲根本就是无理的挑衅 而且还直指澳洲这种根本就已经签了合约 但是又说话不算话 不算数的这种做法 只会让你们澳洲沦为全球合作的拒绝往来户 所以中国这一次无限期的 暂停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呢 他觉得我也只是做出相关的回应啊 相关的措施来反制你们啊 因为你们澳洲一直把人逼上绝路 会变成这样都是澳洲自找的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也强调 因为澳洲呢滥用军国安理由来打压 什么事情 只要你们看不顺眼 只要对方是中国人 只要合作是中国人 你们就这个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什么东西都说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然后就终止合作 或者是找机会对付中国 那对于中澳的经贸啦人文啦这些合作的项目 变本加厉的限制也好打压也好 打压也好所以中国才不得不做出一个正当的反应 那澳洲也应该要对这样的结果承担所有的责任 中共对外官媒环球时报 他旗下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好叫补一刀 他也发文说了很不客气的说 中国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的活动 这是来而不往非离眼 中方用的词是暂停 而不是取消 这就是一种警告 警告你不要再来咯 如果更过分 干脆以后就全部取消 都不要再对话了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牌可以打 澳洲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们不要自觉后路 澳洲不断的来挑衅中国 觉得中国拿澳洲没辙 实际上啊 中国跟澳洲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级别上 那就算澳洲跳起来 也打不到中国的膝盖 那中国呢就要稍稍的警示一下 我说无限期暂停 就能够让你们澳洲伤筋又动骨大伤元气 因为呢中国还是你们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中国在宣布 无限期的暂停了这个对话机制之后呢 好澳洲贸易部长特汉还特别回应说 哎呀中国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还说其实我们对中国很开放啊 我们对于任何中澳之间的对话 或者是部长级的接触 完全都是持开放的态度 可是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批评啦 说你们说你们是持开放的态度 可是你们多次公开的批评中国 所以你特汉的言论啦 只是在假惺惺而已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暂停战略经济对话很严重吗 简单来讲啊 这个对话就是澳大利亚跟中国 他们原本是为了要重点加强很多的贸易合作 然后设立出来一系列的双边对话机制 那这个平台也是中澳两国这个最高的领导 定期会晤下的平台 那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在中国跟澳洲的媒体就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像在澳洲 澳洲的广播公司就说了 因为这是两国关系恶化以来 第一次正式冻结这个外交机制 所以如果真的暂停这样的机制 正式冻结的话 那以后不就没得谈了吗 什么东西都没有有来有往 那中国跟澳洲是不是真的这个结就解不开了 澳洲商会甚至警告 说这会进一步的损害双边贸易往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战略对话 好 其实这个战略对话真的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跟澳洲来讲 其实这个对话是从2014年开始 2014年的截至目前为止 总共举行了三次 一 二 三 好 这三次 那第一次呢是在2014年的4月 中澳进行了第一次的 6月的时候举行了第一次的这个战略经济对话 那在半年之后呢 2014年同年 好 同年的11月你知道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澳洲来进行国事访问 哇 元首出访哦 这个意义真的是不同反响 那双边就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这一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 因为中国一直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他们也很依赖澳洲的矿产资源 中国资本掀起来大局的投入澳洲房市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 其实中国跟澳洲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第二次的战略经济对话是在2015年的8月 8月的时候呢 那一次就开始谈到了 好 既然呢 我们互相彼此依赖合作的也这么开心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来计划一带一路的合作 中国想要展开一带一路的合作 比如说跟澳洲的北部一起来开发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关系开始改变了 第二次跟第三次之间 中国跟澳洲为什么会渐行渐远 2016年 好 2016年7月份的时候 不是发生了这个南海仲裁吗 就是中国跟菲律宾为了南海 九段线成不成行这件事情 那菲律宾就告上了国际法庭 国际法庭就判决说 好 这个中国的九段线是不合法的 没有国际效益的 那双边就开始吵 结果在这一届南海仲裁案 当中澳洲是跟中国唱反调的 那开始唱反调了 所以两个人就开始结下了心结 2017年开始又开始慢慢的 一直在党很多的中国的投资案 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所以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那从那一年开始呢 中国跟澳洲的双方领导人 就没有再进行互访了 最后一次的对话 2017年9月 中澳双方呢签署了两项的合作备忘录 同时也宣布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下 他们有设立一个政策小组 专门来进行沟通 那其实在第三次对话举办之前呢 澳洲曾经公开的说 说中澳两国在开放的全球贸易 还有投资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 那我们会利用这个对话来讨论 看看这些承诺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但是曾经对于这个议题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带一路 却在今年4月份大转折 澳洲政府取消了维多利亚州 跟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 所以中国就很生气 说你们根本践踏了两国之间的互信基础 好啦 所以澳洲对中国就开始展开了一连串的反击 中国也对澳洲展开一连串的抱负 澳洲在密谋反击方法 先前不是废除了一带一路吗 那现在又传出来 澳洲的国防部长杜登说了 好我要开始来检讨 这个我们的港口 达尔文的港口他的租约 他跟中国一个蓝桥集团的租约 居然长达99年 这里面有没有鬼呢 这里面会不会危害到澳洲的国家安全 所以下令我要来检讨这件事情 所以传出来不排除就是要以国家安全理由来废止租约 强迫蓝桥集团撤资 这个达尔文港就是我们照片看起来这么一大片很漂亮的地方 那这个港口看起来呢 也许跟一般的港口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但是它是澳洲北岸最重要的一个港口 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在军事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门户角色 这个港口呢是澳洲离亚洲最近的港口 也是进入南海重要的门户 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抢它了 那这个达尔文呢 它离亚洲最近 所以很多的活生处 比如说牛啊羊啊矿物啊 都是从这个港口出去的 那这里的采矿业每年的产值啊 也28亿美元 这个港口呢对澳洲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那在军事方面 因为我们说它离那个亚洲最近嘛 所以呢它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也相当重要 澳洲有大批的军队驻扎在这里 所以呢这个军事重地 还有这个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都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达尔文港呢 它也是美国军队进出的基地 澳洲跟美国很好嘛 那大约有2500多名的美军驻扎在这里 可见啊这个澳洲这个港口 达尔文港有多么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这个港口现在的租约 居然是在蓝桥集团的身上 蓝桥集团是谁 好澳洲政府说了就是中资 那这个重要性我们看到了 现在很多国家都想抢 其实前总统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早就注意到这个港口 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 就跟澳洲达成协议说我要在这里部署一个美军基地 好就是要制衡整个印太地区的平衡 但是呢没想到做着做着 在2015年的时候 好欧巴马要布局美军基地嘛 但是2015年的时候跳出来一个蓝桥集团 好杀出这个陈咬金 那这个陈咬金呢就透过竞标的方式 以将近4亿美元的天价 取得了达尔文港的经营权 而且啊这个租约1000就是长达99年耶 那在这个蓝桥集团取得这个标案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哇白宫吓死了 怎么会有中国来跟他们抢呢 因为我现在美军基地还在这里耶 那士兵也在这里 那你中资的介入 你是不是要来探查我的军情 那这当然也挑起了美国的敏感神经 听说在当时啊这个欧巴马得知的时候相当愤怒 还为此向当时的澳洲总理提出严正的抗议 因为他说当时的这个澳洲总理腾伯尔 从来没有跟他提说有一个中资要来跟他抢 那更有不少的美国官员就说 蓝桥集团他签的租约不是一个商业交易 而是一个战略交易 那你说一般的中资要进铸就算了 偏偏这么巧 这个蓝桥集团呢 澳洲去调查说 哎呀你的背景跟中国军方脱离不了关系 蓝桥集团的董事长叶成 被称为是隐形的亿万富翁 哇他旗下有石化厂廊 木材厂啦 饭店啦 加油这好多好多的企业 但是他很低调 他没有太多这种公开的讯息哦 所以呢 好看到了他 好传出来他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 那其实呢 也有人称他说是关心国防建设的十家个人 好看得起好像他跟地方政府的紧密关系 让他的企业能够如此的平顺 那叶成跟这个中国政府的关系 好就被这样的形容 那这样的背景 当然就让美国跟澳洲怀疑 这个蓝桥集团是不是就是中共的白手套 好透过他们进入达尔文港 然后呢收集美军的情报 然后把这里呢给控制住 所以现阶段最新的状况就是 澳洲的国防部长下令 好要查这件事 如果查出来确定违反澳洲的国家安全 那麻烦 蓝桥集团撤出 所以您认为蓝桥集团 砸下大把的钞票 租下这个达尔文港 是单纯为了投资 还是真的如澳洲跟美国说的 有中国军方在背后操控呢 而如果真的 这个租约被迫取消的话 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制手段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